各位你們好 嗨哈囉 各位你們好我是Cindy 那今天呢我們來談一下 我家種的口紅花 那這就是 我家的口紅花 那它是可以釣起來的 當初買的時候是 一盆一百塊 已經在我們家三年了 那我們普通時候 都是長的這個樣子 普通時候 對 就是葉子 然後這樣子 我普通時候都沒有把它 除了澆水以外都沒有施肥 但是我們知道 口紅花是 春節的前後 過年的時候會開的 所以呢過年前 我有幫它交肥 施肥了以後呢 它就開出花了 然後它的花是長的這個樣子 然後它這個花呢 我們要講一下它的顏色 就是普通的時候 氣溫比較高的時候 它的花呢就是鮮紅色的花 但是因為今年呢 常常下雨 然後氣溫很低 所以它開出來的花是 變成暗紅色的 假如今年氣溫高的話 它的花就會鮮紅色 所以會有 隨著氣溫 然後改變它的 花的顏色 那也是 因為前兩年氣溫比較高 所以當時都是鮮紅色 今年氣溫比較低 所以開出來是暗紅色 普通的時候呢 可以當就是室內植物 室外植物都可以 室外植物最好 然後它也不太 也不怕曬 然後也不怕下雨 是一個我覺得是非常好照顧的花 然後等到春節前後的時候 幫它施肥它就會開花 還開蠻多的喔 然後像一個一個的口紅 所以又叫口紅花 那後面這個是白色的茶花 今年還開蠻多朵的 已經卸了兩朵 又開了兩朵 然後下面還有三朵 所以今年是白茶花開的很多 那我今天就是先講一下這個口紅花 那要喜歡就是不需要花太多的人力照顧它 然後它就可以順順利利的長大 然後而且生長得很好 不用費腦的不用花心思照顧的花 就是口紅花 所以推薦給大家 口紅花真的是很好照顧喔 好謝謝 掰掰 掰掰